脱口秀如今在娱乐圈可谓是如日中天,深受国民喜欢,甚至经常邀请一些当户明星前来助阵。 而李旦作为国内脱口秀的祖师爷,他到底经历过什么,才造就了如今的李旦? 那他又是如何成就的他在吐槽圈的地位呢? 李旦,原名叫做李瑞超,是在内蒙古的一个矿场长大, 但是因为长期开矿的原因,水源受到了很严重的污染,收获用水也都是从其他地方运来的洁净水, 这也就造成了他早些年的牙齿有问题。 高中的时候,李旦因为沉迷文学作品而造成高考失利, 后来也只能暂且放下兴趣,刻苦复读,这才考入华南农业大学的社会学。 当然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学校离家远。 同学生一样享受愉快的大学生活,而是重新拾起了高中暂且放下的兴趣爱好, 并且在大学期间完成了进化。 在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之后,尝试在微博写段子,并且还有了一定的成就, 为他建立了第一笔粉丝基础。 后来李旦经朋友介绍进入脱口秀的行业, 但那时的脱口秀还是一个小众行业,并没有成熟的市场, 甚至只能在一些垂直度很高的小剧场或者综艺里表演。 但是李旦还是以自己那种与生俱来的魔力, 加上他丧丧的语气和肢体语言, 以及他长期积攒下来的文气, 使他快速地成为了一个成熟的脱口秀表演者, 在这个行业站上了一席之地。 并且在之后误打误撞地走进了娱乐圈, 从此走到了大众的面前。 在李旦走进大众事业之后, 他的人生就迈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, 现是在2014年和另外三人成立效果文化。 虽然他的股份占比不高, 但是以现在效果在吐槽圈的地位来看, 李旦当初是做了一个多么重要的决定。 并且紧随其后, 在16年将自己在大学期间发行的扯经重新编转, 加入了一些散门诗歌, 还把一些未公开的章节加入进去, 出版成了个人自传故事集《笑场》, 拥有了诗人、文人的身份。 并且,诗也也在17年再创佳季, 策划了吐槽大会这一经典的吐槽节目, 并且一跃成为爆款综艺。 在随后的时间里, 更是参加了数档综艺节目的嘉宾, 或者策划, 并且还在空险时期出了一本《科幻怪弹》短篇集《宇宙超度指南》, 从而一时声明打造。 正所谓, 神红是非多, 李旦这样的怪才也不例外。 在18年11月份, 李旦在综艺《奇遇人生》中, 刚管轩与女友黑尾像完婚, 就迎来了人生中唯一一次争议。 虽然双方当事人都发出了声明, 但是却并没有被大家信服。 随之而来的就是大批强头粉的曲官, 少李旦迎来了低谷期, 但是无论事情的真相是怎样, 现在也都无从查起, 当年那件事情的热度也随时尖而流失。 虽然李旦的热度有所下降, 但是在当时的他, 还是无可争议的脱口秀第一人, 依然活跃于一些优质的综艺节目当中, 并且直至今日, 还依然站在脱口秀金字塔的顶峰。 虽然如今的李旦很少会去吐槽, 更多的都是作为嘉宾或者领校园, 但是作为曾经的一哥, 李旦的吐槽风格大家还是很熟悉的, 他的风格啊, 就是丧, 但是这种丧丧的感觉, 却又只有他能够支撑的下来整场表演, 并且能够获得大众的喜爱。 他的所有吐槽的点, 都不是一顿乱吐, 都是有根据的进行, 并且在最后, 有的会以玩笑演示过去, 让邀请过来的嘉宾, 即便想掐死他, 最后也会无可奈何。 李旦的吐槽, 经常把自己放到一个相当肤浅的地方, 再让大家去发现, 原来李旦还有这么多的内涵, 并且, 他对于自己的虚荣心, 自己想挣钱, 以及脱口秀只是工作的表达, 也是非常坦诚, 他也不屑去狡辩, 而李旦之所以能成为国内脱口秀的祖师爷, 凭借的不仅仅是他的脱口秀上面的天赋, 更重要的是他的业务能力, 能够把吐槽大会真正的做成爆款综艺, 并且在综艺里排养新人的才能。 就比如, 今年的李雪芹和冠军王勉, 甚至为此, 王建国还落到了一个万年老森的称号, 脱口秀刚开始的时候只是一种主持风格, 起源于18世纪英格兰地区的咖啡吧聚会, 真正的发展起来还是在美国, 随后才在国内发展起来, 之后又因为表演形式和观众需求上的不同, 逐渐发展成了不同的形式, 甚至在国外, 我国的相声艺术就被认为是中国的脱口秀, 李旦的成功似乎是一种偶然, 但是你也不得不说这是他与生俱来的天赋, 天才是99%的努力加1%的天赋, 这句话用在李旦身上无比的合适。